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水滴巴马 前面发布了几期关于欧洲地中海游轮的攻略 然后就有网友问我要巴黎的攻略 其实关于巴黎的旅游攻略网上有一大把 我们这次是五天的行程 我自认为对我们这样扶老挟幼的自助游呢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在这一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些小tips还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谢谢 第一天我们是一早来到了戴高乐机场 在机场就购买了博物馆四日通票和地铁本票 如果大家在巴黎待四天以上 我建议一到巴黎机场就购买四日的博物馆通票 还有十张一本的地铁票 另外还可以在游客中心拿免费的地图和地铁图 我们提前联系了一位华人司机兼导游 租他的八座奔驰车一天 包括机场街机和市区一日游 他带我们游览了凯旋门 协和广场 乡舍利舍大街和埃弗尔铁塔 这个行程是我和他商量着定的 这位老华侨私导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经验 如果大家想要他的联系方式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凯旋门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登顶 可以俯看整个巴黎市 上面的视野非常开阔壮观 协和广场重点要看看方尖碑 另外我建议大家到埃弗尔铁塔附近的街区走一走 非常的安静和优美 第二天 我们白天主要游览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在郊外 市区内的地铁本票用不了 需要另外购买车票 一到凡尔赛宫门前 你就会看到长长的蛇形的排队长龙 广东瓦牛打赛赛班 所以我建议大家上午去游览室外花园 因为室外部分基本不用排队 而下午呢 再去游室内部分 我们当时是暑假的高峰 排队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凡尔赛宫的室外花园部分面积也非常大 而且非常美 室内的艺术珍宝更加是让人叹为观止 傍晚我们按照计划到塞纳河游船一小时 游船码头就在埃弗尔铁塔附近 所以大家也可以安排埃弗尔铁塔和塞纳河游船在同一天 塞纳河游船票是提前三天在淘宝购买的 不限时间扫码上船 比现场购票要便宜一半 我推荐大家在傍晚时分登船 是因为这样白天的风景和夜景都能欣赏到 第三天我们重点游览的是罗浮宫 如果有博物馆通票 可以走华人建筑师贝利敏设计的金字塔入口 罗浮宫是世界顶级艺术殿堂 是举世主墓的万宝之宫 镇殿三宝 梅纳斯雕像 罗纳丽莎油画和圣灵影神石雕是一定要看的 罗浮宫非常大 一天都未必能看得完 如果大家看得比较快的话 也可以到附近的杜勒利花园和菊原美术馆看看 第四天依旧是艺术之旅 我们上午游览了巴黎圣母院 下午去了奥塞博物馆 晚上则游览了彭提度文化艺术中心 巴黎圣母院我们是在2019年大火之前去的 所以有幸目睹了这座世界上第一座 完全意义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全貌 以及它的雕刻艺术 绘画艺术 还有大量的艺术珍品 奥塞博物馆 彭提度文化艺术中心和罗浮宫一起被称为巴黎三大艺术博物馆 如果说罗浮宫是古典艺术的殿堂 那么奥塞博物馆则是近代艺术的宝库 而彭提度文化艺术中心则是现代艺术的聚集地 奥塞博物馆收藏了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作 而彭提度文化艺术中心拥有欧洲最重要的现代和当代艺术藏品 充满了抽象艺术的气质 会让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第五天我们游览了蒙马特高地 圣星大教堂 巴黎歌剧院 还去了老伯爷和巴黎春天购物中心 蒙马特是位于巴黎市中心以北十八区的一座小山丘 这一区最著名的景点是圣星大教堂和爱心墙 此外这里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在此搞创作 是一个非常文艺的街区 有达利美术馆 梵高故居 还有许多很有特色的酒吧和咖啡馆 圣星大教堂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 既是罗马式又是拜占庭式 很值得一看 最后我还想给大家两个关于法国游的小tip 第一个是法国人非常讲究礼节 而且对法语有着高度的自豪感 所以当你向当地人问路或者是求助的时候 记得第一句话一定要说bonjour或者bonsoir 最后一定要说maxir 第二点就是所有去过巴黎的人都会提醒你的 就是一定要防盗防贼 因为巴黎有的区的治安真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关于住的方面 我建议大家住市中心的酒店 最好离地铁站比较近的 这样出入比较方便 而且市中心相对安全一些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巴黎的一些老的酒店 或者是公寓是没有电梯的 如果行李比较多或者有老人呢 就不太方便了 我们上次去巴黎住的是Airbnb的公寓 是带厨房的 而且楼下就有多家超市 所以对我们一家老少来说很方便 这期视频的最后 我们送给大家小水滴爸爸的原创师做一首 巴黎印象 巴黎宛如一位贵妇 骨子里永远透着优雅大气 而又不失时尚性感 埃弗尔铁塔 凯旋门 是他贵气又别致的帽子 最具标志性 让人看过一眼 便难忘记 蒙马特高地 到处弥漫着自由浪漫的气息 犹如他脚上的高跟鞋 为他增添了一份活泼性感 而那乙姨的塞纳河 恰似他披着的丝巾 朴素秀美 而又灵动迷人 正是他身上的点睛之笔 罗浮宫 奥塞博物馆 彭吉度中心 仿佛是他不同时期 诞下的三个孩子 他们外表不同 性格各异 而身上传承的 都是他的血脉 他们各自收藏的 价值连城的宝贝 让这位雍容华贵的母亲 浑身散发着 珠光宝气的同时 又彰显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 仿佛法国香水 淡淡的 又总能勾人心魄 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虽在他脸上 刻下条条细纹 但那精致的淡庄粉饰 又让人不得不赞叹他 保养得真好 小水滴 这是生活无限精彩